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今天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有哪些國家可能會發生排華事件 排華事件會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現在有一些地方已經發生了一些歧視華人的 甚至是暴力攻擊華人的事件了 那隨著這個疫情的越來越嚴重範圍越來越大 海外華人所受到的歧視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甚至有可能發生排華事件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現在都21世紀了 都已經是地球村了 怎麼還可能發生這種事件呢 我告訴大家,無論時代怎麼樣進步 人性的基本點是改變不了的 人性當中的邪惡的成分 一找到機會就會爆發出來 在人類社會當中,在每一個種族民族當中 根據心理學家的統計 大概都有2%的人 是屬於變略帶狂 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一種心理特徵 而且是根本改變不了的 有這種特質的人 他看見別人受苦 自己就特別高興 而且基本上他們也都有攻擊性 就是說 他們願意用自己的實際行動 來讓別人受苦 通過略帶其他人滿足自己的變態心理 而且這些人呢 他們雖然有攻擊性 但是呢 絕對不勇敢 都是一些懦夫 所以說他們會找那些比較弱勢的個人 或者是弱勢的群體去下手 這樣呢 他們自己風險比較小嘛 這種人呢 那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都會有 大家仔細觀察一下你的這個同學啊 同事啊 街坊鄰居裡面的親戚朋友裡面 肯定都有 很多中國的這個警察呀 就是虐待狂 他們把人呢 鎖在這個老虎凳上面啊 然後把你打的這個死去活來 他們自己從中感覺到有快感 如果僅僅是做工作 他們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的 那很多虐待狂呢 他是沒有中國警察的這個條件 他們只能在這個語言上面呢 心理上對其他人進行折磨 比如說經常用語言來挑釁你呀 來貶低你呀 或者說在工作當中啊 給你小鞋穿呢 總之每一個社會都有2%的人呢 是有這種變態心理 在一個文明社會當中呢 這些人呢 他是不得不把自己的這個 這種本性隱藏起來 因為呀 他會感受到社會壓力 他怕大家知道啊 他不是個好人 怕大家把他孤立了 在一個這個法治比較健全的社會 那這些虐待狂呢 他也是不敢輕易的 那對其他人呢 實施暴力攻擊的 因為他害怕受法律的懲罰嘛 但是呢 當一個社會 陷入了混亂的時候 那麼這些虐待狂啊 他們就會感覺到 這個社會壓力減小了 感覺到啊 大家這個時候都自顧不暇 他們呢就可以呀 膽大妄為 就會啊 就有機會呀 對其他的人 對其他的弱者啊 弱的這個弱小的個人 或者是弱勢的群體呀 進行公開的歧視啊 公開的騷擾 甚至是進行暴力襲擊 如果是整個法律體系癱瘓了 不能夠正常的運作了 那麼這個社會的2%的人呢 就很快的就會呀 這個聚集起來 那就會形成一個暴民的隊伍 就會爆發出大規模的這個暴力事件 比如說98年的時候啊 印尼排華燒亂 就是因為當時的這個蘇哈托政府不作為 放任這些暴民去作惡 如果是 政府鼓勵這些暴民行動 拿那個暴民啊 這些虐待狂啊 那就像老鼠掉進米缸裡面 那就會毫無節制的發揮出 他們的這個 邪惡天性 像當年的這個納粹 迫害猶太人啊 像現在的中共的鎮壓法輪功啊 鎮壓這個維吾爾人啊 西藏人啊 還有這個政治犯的 這就是由政府主導的 然後呢由一大批這個虐待狂 參與的一種共同犯罪行為 剛才說了 有這種變態心理的人呢 全世界各地都有 但是呢 在正常的社會正常的時代 他們不敢表現出來 現在呢 整個世界已經開始亂起來了 不正常了 那麼這一批變態分子 就開始蠢蠢欲動了 在這個時候呢 有些國家的華人 就很容易成為他們的受害者 在多數的國家 華人都是少數族裔 人多力量大 人少力量就小 那虐待狂呢 他們就專門欺負 這些力量小的群體 另外呢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認為呀 這個疫情是由華人傳出來的 這就是算是 他們就找到了一個藉口 那這些人沒有藉口 他都會做壞事 那有了藉口 做壞事啊就會更加猖狂了 所以說 基本上可以斷定 隨著這個疫情的嚴重程度越來越大 對於華人的歧視 甚至是排華事件 今後啊 會越來越多 那到底會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每個地區啊都會不一樣 在西歐啊 北美啊 還有日本 韓國這些地方呢 一定會 都一定會出現一些這個歧視性的言論 甚至有可能發生一些 這個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 但是 他只是零散的 個別人的舉動 絕對不可能形成一個規模 形成一個排華運動 你就像意大利 還有這個歐洲其他 西歐其他的國家 現在呀 這個災情已經很嚴重了 華人都沒有受到多大的衝擊 在網上面來看見幾個 所謂的這個意大利的排華視頻 後來證實 是老早以前就有的 就是街頭的普通的這種 鬥屋跟排華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網上來還流傳著一個 英國的這個所謂的排華遊行 這個視頻我去看了一下呀 裡面那個根本沒幾個人 嘻嘻啦啦 口號都喊不響 美國和加拿大呢 以我的了解 是絕對不可能形成 任何有規模的排華事件的 因為這邊呢 多數人的這個 公民的數字比較高 對於少數變態分子形成的社會壓力比較大 同時呢 這個法治也健全 略帶狂 他會害怕受到法律的懲罰 日本的韓國我覺得跟西方國家也都差不多 所以說這些地方的華人 基本上不用擔心 如果是 碰到了個別的變態分子 無論他是用歧視性的語言來挑釁 還是用這個暴力來攻擊 那我建議大家呀 只有一個辦法就可以解決 就是立刻反擊 剛才說過這些變態分子 他們都是懦夫 他們只敢欺負弱者 所以說這個時候 要盡快的讓他們明白 你不是弱者 這個時候他們就會知難而退 我在加拿大有二十多年 曾經遇到過兩次這樣的事件 兩次這樣的人 都是用這種方法擺平的 很多年以前呢 我在一個公司工作 公司來了一個新的經理 沒來幾天呢 就想跟我找查 說你這個也不對 那個也不對 說話的頭殘 fuck 漢語翻過來 就是這個臭的意思 那我 後來一判斷這個人呢 就是個虐待狂 所以說啊 就必須得把他打回去 這個時候呢 正好啊 總經理從我們旁邊經過 我就把總經理給叫住了 我說啊 有點事情 要跟你請教一下 總經理呢 一進我們的這個門呢 我就問他 在公司裡面 可不可以說fuck 這個對不對 他說當然不對呀 那我就告訴他 我說這個部門經理呀 新來的經理呀 剛才連著說了三遍 我本來呀 是想在這個公司的大會上面提出來給大家討論的 那正好碰見你了 就先跟你說一說 聽聽你的意見 那總經理呢 是老江湖 一聽就知道我是要幹什麼 就是要幹他呀 所以說他馬上就打圓場 說這個今後不要了 今後他不會了 後來我就看著這個部門經理 我說今後會不會呀 他說再不會了 其實呢這個fuck這個口頭禪呢 很多北美洲的這個男性呢 他們都是普遍使用的 我來加拿大前幾年呢 學英語這個 也經常用這個 有時候呢高興的時候用 生氣的時候用 這個英語這個單詞想不起來的時候 就用這個詞來代替 本身沒什麼大不了的 只不過是呢 我感覺到那個人呢 他想找我的茶 他是個虐待狂 所以說我就得抓到他一個把柄 就用這個政治正確 做一大棒來敲打他 果然就很有用 敲打了這一次之後 他後來對我態度好得不得了 甚至在工作上面 還給我提供了好多幫助 但是呢 這個人狗改不了吃屎 公司的其他的這個同事啊 後來有被他整的這個垂頭上氣的 咱們言歸正傳 總之是在北美在東亞 在西歐這些國家 可能會有歧視啊 但是不會有排華 大家的風險比較小 但是呢 在東歐一些國家 那還有南美洲一些國家 可能風險就比較大一點 因為這些國家老百姓的這個公民素質 不像西歐北美這麼高 那地方的華人也比較少 比較容易成為這個變態分子攻擊的對象 而且呢 那些國家的這個政府官員呢 也不像歐美國家這樣啊 講究政治正確 可能那本身呢 他們也有一點這個排外的心理 在這些國家 我覺得華人受到歧視和攻擊的風險呢 就比較大一點 像在俄羅斯 前一段時間呢 就發生了一個事件 就是有一個華人啊 被確證 已經被感染了 從醫院一出來 就被這個 俄羅斯的光頭黨給割喉了 那如果是這個疫情越來越嚴重 整個社會的情緒啊 可能就會對華人越來越不利 那麼那些變態分子 他們就會越來越猖狂 當然啦 這些國家這個 雖然文明程度不像西歐北美這麼高 但是呢 他們基本的法律秩序還是能夠維持的 所以說啊 形成大規模的暴力性的排華事件 這個可能性不大 只不過呢 華人可能會受到比較多的歧視 會受到比較多的個人的攻擊 所以在這些國家 我建議華人就盡量的 不要單獨的出門 出門的時候 最好是帶上防身的傢伙 那現在世界上 最有可能爆發大規模的排華行動的 應當是中東和中亞的一些國家 像什麼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坦 土庫曼斯坦 這些斯坦國家 還有伊朗 也就是中共的這個一帶一路的這些小夥伴 那這些國家呢 他們普遍的政局都不穩定 治安也不好 再加上中共在國內迫害穆斯林 而這些國家的主要是以穆斯林為主的 老百姓對中國普遍的沒有好感 再加上中共的這個一帶一路造成了當地的這個官員的嚴重的貪腐 引起了老百姓的嚴重的不滿 所以說 所以說到時候這個2%的變態狂一鼓噪 那其他的百姓呢 還有政府官員都不阻止 那麼這個排華浪潮就形成了 所以說在這些地區的華人 大家現在要趕緊撤 撤到哪裡呢 歐美國家最好 如果是到不了的 去東南亞也行 到華人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呢 我建議大家盡量不要回中國 因為現在世界上 排華最嚴重的 就是中國 前一段時間呢 很多國家都在從中國撤僑 都在從疫區啊 包機把這個僑民自己的僑民撤回來 那中國現在不僅不包機撤僑 這個中國人自己回自己的國 祖國都不歡迎你 那現在很多華人呢這個回國之後啊 是體驗到了咱們利害國的這個厲害了 他回去了之後不僅要被強制隔離 而且還要付出高額的隔離的費用 那這些回去的人大部分都是這個小粉紅 就是經常看日 只看人民日報、環球時報 和微信朋友圈裡面的這個愛黨愛國文章的 那經過這一次教訓之後呢 我相信呢 他們應當知道了 在祖國的心目中 在黨國的心目中 他們根本就不算什麼東西 最多就算是韭菜 你如果是生病了 你連當韭菜的資格都沒有 最好啊 你們就是這個死在國外 爛在國外 不要給祖國添亂了 所以我相信這批人呢 現在這次會長點見識 會得到一點教訓 總之呢 在一個大混亂的時代 華人作為少數民族 尤其是在這次的這個疫情當中 大家都會 受到一些負面的衝擊 在有些國家甚至會面臨著一些危險 那麼 我們剛才說了 在歐美這些國家碰到的這些 這個單獨的 個別的這種攻擊 大家馬上還擊 在這個東歐啊 南美有一些國家呢 大家盡量的抱團 還有呢 在中東這些國家 大家趕緊撤 但是呢 這些方法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什麼是治本的方法呢 就是讓這個地區的老百姓 讓這個地區的官員 尊重華人 完全消除歧視 怎麼才能做得到呢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把中共給打倒了 把中國給搞民主了 一個民主的國家 老百姓是主人 這個國家就會保護老百姓 老百姓不管走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真正的後面有個強大的國家 在給他做護盾 有個國家在為他發聲 那麼其他的國家就不敢 那些暴民 那些這個貪腐的官員 他們就不敢亂來 那個時候啊 中國就真正的可以做到 犯我華人者雖遠必誅 不像是中共啊 這個海外的華人 在外面呢 受到了這個攻擊 受到了這個 非人道的這種虐待 他們呢 總之說 這是內國家的內政我們不管 比如說像98年的時候 印尼爆發了這個排華騷亂 數千華人呢 這個慘遭殺害 中共啊 就以不干涉印尼內政為名 對這個事情呢 不聞不問 這種事情呢 在一個民主的中國呢 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中國民主了之後 一定會對任何地區的華人 都會提供強大的保護 就像美國 就像英國這些國家 對他們的海外僑民提供的保護 一樣就像以色列 雖然很小 但是呢 他也在全世界範圍內保護他的這個僑民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以民為主的國家 那現在呢 中國在民主之前 也不是說啊 我們就應當消極等待 那麼我們呢 還是可以 做一件事情 就是和中共切割 我們要告訴國際社會 海外的華人呢 大家要團結起來 告訴國際社會 這一次 這個災難 是中共製造的 不是華人製造的 不是海外華人製造的 海外華人 中國國內的華人 這是中共的這個受害者 跟全世界一樣 我們都是中共的受害者 而且華人 是第一批受害者 是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說不能夠歧視華人 不能夠把華人跟中共綁定 而是要和華人在一起 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把中共給解散 把中共給打垮 讓中國真正的成為一個 負責任的國家 讓中國真正的融入 整個國際社會 那麼 今後 就永遠不用擔心 海外的華人不用擔心 受到歧視 而世界各國的老百姓 中共的迫害 再受到中共 好,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贊成我觀點的朋友 請點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訂閱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 在這個地方